第一个档案就是我这十几年来做了一些无聊事情 这个叫YouTube YouTube你就可以看到没有声音好 我这边讲解 这是我上传的3743个 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就十几年上传 反正一天两个一天两个三个两个三个两个三个两个 每个都讲解5到10分钟 那这边我只是说明 你看我打一下什么分词就出来了 所以学生说你不懂分词啊 等一下我给你一个link 另外后台 一人工作室前几年都这样子 这是我讲解的很多什么泰岛读啦 经济权杂志啦 New York Times啦 这里面上面都有 你等它播完没有关系 所以好 这个档案可以把它关掉 没关系了 那我们再播放第二个 所以我上传这么多资料 就当我东西多的时候 你要问什么 我都有 第二个我们把它点开来 第二个叫Google Drive 就是云端的分享 那每一个年纪都有 不同像我高三的高一的高 像我点的是高一的 那你有立中单字本 平正用的单字本 负担用的单字本 每个档案都有 所以我一说 你们上高中要的东西 林老师都有 所以他们会 手机会说 打开来看 林老师要说什么东西 所以什么数位笔记啦 然后打开来 这边就是我们团队 在做的一些笔记 他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只要一个人做笔记 其他人都可以跟他看笔记 你们大学原文书 也可以这样做啊 反正有些观念是固定 比如说专业名词啊 对不对 这是我经济学院杂志的 有些线上订户 那我这个把它关掉一下 对 那等一下是第三个 像前天我就蛮有趣的 突然有个人在脸书 传了一个讯息跟我讲说 林老师 你现在那个经济学院杂志 讲解的汇率是一样吗 我说是啊 反正我一年就2400块钱 然后全部讲解是2500分钟 一分钟不到一块钱 他就这样 好 林老师那我 但是他不是在 他不是台湾人 他上海人 然后在美国修硕士 因为我后来问了嘛 他是念出口贸易的 我说哦 这不能ATM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也没什么刷卡机子 然后林老师 你说PayPal 有啊 我常用他来买东西啊 PayPal 我问学生 他们都念PayPal 可是奇怪 他们知道 比喻叫PayPal 他们发音 完全凭心情的 好 不会 根据那个字本身的形象 比如说 比喻叫PayPal 可是那个付费的 那个叫PayPal 我说怎么会变这样 不是保罗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发音 凭心情感 这是以后的问题 就是他们自然发音 是自然心情发音法 对不对 没错 乱发音的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PayPal 我说 好啊 那怎么付费给我 他说 我只要你账号就可以了 这个内地人就很厉害 咚 五秒钟之内 林文老师 你查一下你的账号 我就看一下 80块美金进来了 我马上开放 Google Drive课程给他进来 说林文老师看到了 我说 这个YouTube又没有问题吗 我说 我在美国没问题了 就开始上课了 他说林文老师 你的课程 在大陆会非常的迷惘 我说我也想啊 这个U库里面有阻挡 VTN的阻挡 我们进不去啊 我现在想 透过大陆的朋友们 你负责上传 打一两年知名度 五六年退休了 我想体会被人家 拥戴的感觉 我们没知名度嘛 到大陆去 你传统的英文老师 会教英文 对就是我 来吧 给钱给钱给钱 老师啊 没有 我们这行业 做这么久了 要钱也没什么 就是一个乐趣了 好 我们按第三个档案 第三个档案 它有声音 不过没关系 这是我讲解 讲解深大写21年现场课程 四年的英雄老师林威 现在所说看的是 林威老师的新闻英文 第一回合取材 那是派杂志 这边明显是一个飞机的坠机 我想你听过这个事件 就是俄罗 俄罗斯底下飞机 目前坠毁在埃及的西南半岛 好 我们把这段的简单的英文 把它贴到我们的讲解区的为之 在英雄上就看到了 Noise on a jet crash recording 他们去调查了 黑盒 那是据说的两个 听到的噪音 Crash 这一个比较坠 我们在英雄上 也看到C RFSH Crash 这个字就非常重要 也代言之 Crash 它可以到某类的状态 它是一个声音 字叫Crash 然后接着告诉你说 a note was heard in the last second the hot feet voice recording 也就是说 黑盒子一个是这样的 记录引擎状态 一个是这样的 记录机舱的 像这个词 这个档案可以把它关掉 有些人就问过我说 没有 这个档案关掉就可以了 有人就问我说 刘伟老师 你那个软体是什么 为什么一打那个字的意思就出来了 我说我花了五年时间建立 就是word里面的功能 你把那个字复制 加到一个句集 你挂一个关键字就出来了 五年 这个字重要 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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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的 所以看YouTube为什么会上传 3700多个 一天一点 一天一点 一点就很多了 所以这个字也一样 就一天一点 一点 后来我就把很多重量的单字 都已经存在我的word里面了 我一打它就出来 所以编讲义好快 处理数位讲义也很快 因为一人工作室 没什么特色就得快 懂事 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档案 第四个档案呢 是我做的动画 各位同学好 我是教生大学 二十多年 现场课程 多年听过老师林薇 今天要讲解的主题呢 叫闯物孩子 我曾经养过 阿富汗猎犬 阿富汗猎犬 因为他们长发披肩 所以可以是狗肩的模特 是狗肩的 脚肠犬 也叫视觉猎犬 Sighthound 相反的 纳肠犬 Dachshund 你们知道网络上场的 另外一种评法 非常有趣 他也是 Sighthound 当然还有一种非常聪明 精力旺盛 体格矜持 容易学习各种的杂技运动 叫边晶牧羊犬 Border Shepard 这个可以看到出来 他非常聪明 更犬 英文叫Taria 给各位介绍 Sighthound Temperatory 零土 Terrain 地形 Terase 阳台 所以各位猜了出来 Taria 更犬 英水 跟地面有关的 所以 好 这个答案再把我关掉 谢谢 这个我就有学差不多七个月 因为从十年前我就想玩动画 叫Flash 因为我们张老师都会常跟学讲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感觉 但是没有图线出现 对不对 我们不是地视台 也不是电视台 但是我想说用动画来呈现 我就开始学了Adobe下面的软件 After Effects 开始把自己的家脑 电脑把它升级 然后开始玩动画 这是我大概做出的大概七几个动画 然后这个没有很长 就是一个就一分钟 可是我光做这个我就开始维修 因为没有任何老师会做 因为现在老师最大的问题是 第一个我们教书的 可是我没那么懂电脑 那懂电脑你要知道 把你教的东西变成数位化呈现 还要懂的那个输出的功能 还有每个图片 还有每个图进来都要去背景 在那个上面上出现 可是我知道学生会回答 告诉我说 老师谢谢你 你刚刚教那个概念 我一看就懂了 所以 抓住他们还有一个方法 所以有任何学生 只要从高一先报名的话 我已经准备好 我要给他一大包菜了 就是说 你要了解自根 可能再换一个麦克风了 你要了解自根 因为他快没了 你要了解自根 就变成说 我给你一个自根代表 你要看一个网页的 我们先后面一路看下去 看下面这刚好是网页 第五个 谢谢 这个介绍呢 这个介绍呢 数位时代 也就是说各位用手机 就可以看到 已经快了 好 好 这个是数位时代 那你是说我 网页 然后 你点进来 比如说这个是 Amazon的 然后下面就有 影片讲解 比如说Big Data 大数据 那点开来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 我把录影家的电脑 然后他就往下面拉 各位知道我现在做什么动作 大家可以看看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好 那比如说是现场音乐的时代 什么叫现场音乐 就代表CD赚不到钱 大家办演唱会 那我就开始讲解这个内容 那IT产业何处去 反正我订那么多资料嘛 好 大家都愿意分享嘛 我就把它集结成一个网页 那这是我自己在看的历史 好 线上课程 那等等的 这么多的内容 好 然后OK 这软体就可以 他自己会关掉 好 有那个 各位 这个家长跟老师们知道 我这样说 功能是干嘛 就这个功能就很重要 因为我们常常用手机上网的时候 你们看到一个问题 唉 他不是手机友善型 要用两根指头把它给 你有这个经验吗 这代表他没有行动式网页 这个软体是我总共 从开 开始到现在 花了大约一万块搞定的 那我这种电脑程度的人 也可以买个线上 就是付费付费付费 买这个功能 买这个功能 意思说 不管你有手机 还是平板 还是电脑 它会根据你的载具 自动变化 所以变成说 学生一用我的东西 老师这时代太方便了 我说 数位时代告诉什么 你们这么多海的世界